不过我们在疫情后疫情时代 说实在现在各产业都碰到缺工的问题 像这个问题您觉得要怎么样 留住这些相对年轻的一些人才 一个企业您觉得是企业文化吗 还是它的福利 其实我觉得现在怎么是流财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经常和同事讲 我说其实你们今天来这里 绝对不要抱着的为我工作 或为喀利喀 为老板工作 我说你不要这样想 其实我希望你有一天 你的人生圆满 你要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具备一些 你需要的专业的能力 这个员工一定很奇怪 我来了第一天你就告诉我 以后离开的时候要该怎么办 因为我要告诉他说 你不会一辈子在这里 如果有缘你有可能在这里 但是我要先预想 你当你要离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带着 带着你的专业 你可以 你要带着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要有成熟的情绪 你要有沟通 你要有人脉 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才会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目标 就先把这个劳资的这个对立 拆解开来就说 我不要把我当成老板 因为如果老板的话 你就会觉得是 你是被剥削了一方 你要把自己当成为一个自营工作者 当然我提供更大的资源 我是你的金主 我在资源你 帮助你成功 所以我觉得 这也许就是 企业经营的哲学或理念 我们不要用一种 所以但是我们真的要帮助他成功 因为他看得到 他知道他会去检验你 到底说真的还是说假 那一旦我们定位好 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企业主的角度就是 我要怎么创造一个环境 让这些年轻人 可以在这里成长 那当然他就想办法 去贡献他的能力 我想这就是刘才最好的方法 就是帮助他成长 帮他创造舞台 对 我们在年轻人的这一块 我们有两个很明显的 提供他们机会 一个就是说 我们会给他们 很好的一些教育培训 所以我们 例如说我们的电商 我们自己做 那他们年轻 那我们就把业界 觉得很厉害的电商顾问 不是让他操作 是电商顾问直接来当老师 所以我们跟这些很厉害 业界很厉害的电商老师 签约都是签 两年 三年 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 就有他们很厉害的老师 不断地来教他们 这些电商的技巧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鼓励他们内部创业 对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们再来创第二个品牌 我们再创第三个品牌 公司来支持你 那如果你留在内部 去做自行的创业的话 你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 两位其实不止 只是跟这些员工站在一起 站在同一阵线 其实两位也跟年轻人 拥抱年轻人 你们还经营Podcast 对 因为我觉得创业好难 因为其实真的创业很难 就是说 大家以为就是说 可能会想资金 市场 商品 但是我觉得创业最难的是 其实反正是学校没有教的 一方面 他告诉你要有热情 但是你又要很冷静 他告诉你要有格局 但是又要创业细节 好矛盾 对 好矛盾 他告诉你要坚强 但是又告诉你做人要柔软 就到底是 就是他基本上是极度分裂的 两个个性要组合在一起 就像你对 对 比如说你要对员工 到底你是要展现出 一个架势去引导 像一个领导者引导呢 还是你要向一个长者去温暖关怀他 其实这个两个极端的东西 就是冷的和热的 大的和小的 要同时并存 这是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创业最难的是要 它是一个修炼一样 所以我就说 好像我们现在学的都是理论 方法 技巧 什么快速成功 但是这种软性的东西 这种刚刚好要 你要去有一点长期思维 这种长期的成长思维 好像比较少人来讲 有点像心灵鸡汤 但是它心灵鸡汤还是要有用 你要有 又有方法 要有步骤 刚好我们的背景 有心灵鸡汤的背景 然后又有务实 实际操作的那种 街头营伸的实战的经验 就是我们应该来分享一下 把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困难 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实际的经验 也许真的就可以帮助一些人 让更多人听到 那你说当然跟员工之间 你们可以有很多的磨合 在两个极端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是两位我最好奇的是 通常中年出来创业 绝大多数不是夫妻 就是兄弟姐妹 但两位不是 你们是前同事 两位从来不会摩擦吗 非常 非常不会 非常会 其实我认为 人与人之间 每个人成长的背景价值观 先后顺序本来就不一样 纵然是亲密伴侣 还是会吵架 但是我觉得我们到了中年 其实我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认知 已经好不容易做到这里了 然后因为吵架而分开 要找工作真的蛮难的 所以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 就是说 吵完架还是要和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哲学 我个人有一个哲学 有一次我们来录一集播客 刚好也是在创业界 很有名的伴侣 然后他们要拆伙了 然后就来咨询我们 说奇怪你们怎么吵架 两位现在是创业之上 对 没有他们问我们怎么和解 我说当然会吵架 但是因为我们吵的 其实是有时候在某方面 其实是在了解 我们自己观念的不足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它开放 自己的观点 就是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对的 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打开来看 到底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观点 所以也就是他的观点 加上我的观点 等于更好的观点 但是我们过去的认知就是 你的我的 要不是听你的 要不是听我的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是董事长 他是总经理 到底是听总经理的 还是听总经理的 我说基本上都要听总经理的 但是如果搞不定的话 再听我的 其实是你的加我的 等于更好的 我觉得这个也或许或多 这是一种 一种哲学吧 就是我相信 其实对方是来帮助我的 所以我真的也必须要很坦白 就是说按照我的个性 有时候比较天真 非常的不务实 要是没有我的合作伙伴 我也不可能真的做出一些成果来 我们在做巴默的时候 因为是比较40多岁 所以是大龄 大龄才做零售业的时候 其实我很清楚记得 我们当时真的有约法三章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食品业 食品业你一定要 其实食品业我们后来 我们以前没做过 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约法三章 就是说第一 我们就绝不能做不对的事情 导致未来还要开一个记者会 站起来跟全国消费者说 对不起我们做错 这件事不能发生 这第一个爱面子 所以不能发生这件事 所以要老老实实 第二个 因为我们是从台北市的 一个小店面开始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 以开一家小店为目标 我们必须把它成就成一个事业 这是第二个约定 第三个约定就是说 一定要让这个事业程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拆伙了 因为现在已经年纪很大 如果还拆伙 要再去找工作不好找 蛮难的 创业前的契约 很像婚前契约 对 所以我们就约了这三个 约法三章之后 我觉得它有个优点就是说 你说合作伙伴 一定是不一样的专长吗 不一样的理念吗 所以他一定会有争执 会有吵架 但我觉得我们不是家人 也有个优点 因为吵完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离开那个空间 他会他家 我会玩家 大家去冷静一下 为什么会有那个争执 而且那个争执对 这样对员工好吗 对这个公司好吗 对事业好吗 那我觉得还有个方法 就是说 他其实要训练自己 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真的那个 情绪很髒的时候 很高张的时候 你会很想有话语出来 可是你也会知道 有些话语一旦出来 它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我基本上 我还是会训练我自己说 先深呼吸 这是第一个 先深呼吸 那几秒钟 你不要让话出来 无法收回 那第二个是 离开这个空间 就跟对方说 不好意思 我不能 我不再讲了 我不再回答了 离开这个空间 我觉得第三个 你要让你自己的情绪 会有一点出口 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 刚好有一种默契 就是说像我就会去运动 你懂他也会去运动 你在那个运动的过程 你会让自己流汗 然后有个出口 你就会比较 count down下来 那这个冷静下来 就有助于你再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有那个冲突 那个冲突千万不要搞成 不可收拾的后果 因为对公司的影响是 当时合伙最不乐见的 所以我觉得 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合作伙伴之间的 一些约法三章也好 处理自己的情绪也好 我就会有帮助 那个合作继续的 吵架SOP 对对对 你总是要去想 它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 发生时 那你要怎么去验变 所以刚刚提到的 创业成功的要素就是 你要勇敢地接受困难 困难越多 打怪越多 其实你的内力就越强 你不要期待没有怪物 其实不可能的 这个游戏就不好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